最近火力军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诡异影像 奥德萨漆黑的夜空中 一道火箭的尾烟划破天际 当地也随即拉起了弹道导弹袭击的警报 但奇怪的是 这枚导弹并没有砸向地面 反而是在天上玩起了布朗运动 走出了一段谁也看不懂的魔性轨迹 最后自己也把自己玩没了 这件事没头没尾 来源只是一个俄罗斯的电报频道 绝大多数有点良知的媒体 包括火力军自己 也不敢把这件事当新闻写 但这个视频的来源配文声称 这枚在空中金蛇狂舞的疯狂导弹 就是去年11月份攻击乌克兰 被媒体称为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的 真术中程弹道导弹 当然了 火力军是不敢说这就是真术的 但考虑到俄罗斯这些年 弹道导弹的拉胯表现 却让人不禁感慨万分 曾几何时 苏联的导弹是让整个西方世界 也不能寐的噩梦 但现如今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神话破名 萨尔玛特频频试舍失败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俄罗斯的导弹技术 变成了普克牌里大小王 今天 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 深入探究俄罗斯的导弹部队 看看这些曾经 让世界颤抖的钢铁巨兽 现如今到底怎么了 说起俄罗斯的导弹 火力军只能给一个评价 那就是祖上实在是太阔了 要想当年 苏联的导弹工业 一起步就是巅峰 二战还没结束 美苏就开始 在德国争抢人才和技术 而苏联那边 不但拿到了全套的M1-262语验 补足了喷气发动机技术的短板 还把德国的V2导弹技术 连锅端回了家 靠着这种 对先进技术的拿来主义 苏联几乎没走什么弯路 在1948年 就成功发射了 第一枚弹道导弹R-1 而R-1的研发者 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联导弹 和载人航天之父 谢尔盖克罗妙夫 R-1和R-2战术导弹的出现 虽然实用性并不是太好 但却是给苏联的导弹工业 开了个好头 而真正让苏联导弹 名震天下的 则是传奇的洲际导弹 R-7谢苗卡 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它不只是一枚导弹 它既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又是把第一颗人造卫星 送上天的运载火箭 还是把人类的第一个宇航员 由李加加林 送入太空的宇宙飞船 更是当年赫鲁晓夫 赶在联合国 敲皮鞋的底气所在 R-7的出现 直接催生了 美国所谓的导弹差距恐慌 让整个西方世界 都笼罩在苏联的 和阴影之下 而反过来说 苏联在导弹技术上的领先 也让苏联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 陷入了导弹万能论的陷阱中 在各个场合 赫鲁晓夫都表达了 他对导弹的热爱 甚至可以与玉米相提并论 这里差句题外话 从整体上看 赫鲁晓夫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战派 虽然他的思想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问题 会有一些局限性 但他本质上是务实的温和派 例如 他倾向通过提高 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生活水平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征服资本主义 而导弹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有了导弹 苏联就可以在保持威慑的同时 削减军飞开支 减少军队数量 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上来 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从R7开始 苏联的导弹技术就走上了快车道 海底又躲在深海底 就能把核弹头扔到美国本土的 R29系列前射导弹 陆地上 有被北约竞称为撒弹 能带十个分导式核弹头的 超级大杀器R36M 战场上还有扛在车上到处跑 指哪打哪的原点战术导弹 可以说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 苏联的导弹 无论是数量 威力还是技术多样性 都足以和美国分庭抗地 甚至在重型洲际导弹这种领域 一度遥遥领先 这份厚实的家底 是苏联留给俄罗斯最宝贵的战略遗产 好吧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了 苏联的导弹是怎么来的 但这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那就是俄罗斯的导弹 究竟是怎么没的 1991年 苏联这座千疮百孔的 红色巨塔红染导弹 继承了这份厚实家底的俄罗斯 似乎并没有把老祖同的手艺 学到家 苏联导弹曾经的辉煌 在后来的第一次大小战役中 也都没什么亮眼表现 而且战术导弹不行 也就罢了 战略导弹这种国之重气 试射也频频失败 经常在国际互联网上丢人现眼 俄罗斯导弹之所以从大小王 混成三代一 眼瞅就要变对三了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总结起来 最主要的大概就以下几点 首先是工业体系的全面退化 苏联的军工 大家想必都有错耳闻 苏联庞大的军工体系 坦克都是成百上千辆造的 而民用方面 一辆破拉达都得排个几年的队 火力军这并不是在夸 苏联军工强大 也不是在踩苏联民用拉框 这种对比是苏联军工 不计成本 举国供养出来的结果 导弹方面也是一样 苏联九个国防工业部 统筹着遍布苏联境内的 数千家企业 为了造导弹 它可以调动全国最好的科学家 最顶级的设备和最优质的资源 但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虽然继承了 大多数苏联遗产 却是被一场长达十年的经济休克 直接给整崩溃了 俗话说得好 试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 造导弹的专家 哪国政府看了都亮眼放光 很多俄罗斯人才 从设计师到熟练工人 要么远走高飞去了欧美 要么下了海去导弹福特加 整个工业基础 一夜回到解放前 反映在导弹上 就是贫控的雪崩式像话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海军的布拉瓦前射导弹 和战略火箭军的 萨尔玛特洲际导弹 布拉瓦在研发阶段 前后20次的实验 接近一半都以失败告终 成功率连极客线都到不了 而萨尔玛特 作为要取代 传奇撒旦的国制重器 研发过程一拖再拖 去年更是爆出一次 灾难性的发射失败 连美国的情报部门 都替它感到尴尬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失败的背后 是俄罗斯设计缺陷 制造工艺粗糙 原期间恶劣 测试流程走过程 等一系列全链条的问题 毕竟当一个国家 连高精度的机床 和高水平的产业工人 都凑不起的时候 你还指望它能造出 什么精密的国制重器呢 大家可别忘了 当年印度找俄罗斯 买航母的奇妙故事了 俄罗斯说是一元卖航母 却变着花样的 坑了印度一大笔钱 这笔钱反过来 给俄罗斯海军造船业 输了不少谢 但导弹 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这方面 你敢卖 印度他也不敢买呀 到头来 还是得苦一苦 俄罗斯的工人和工程师 相比起第一点 第二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那就是苏联遗产的保质期到了 很多人有个误区 以为导弹是个铁哥的 就能像传家宝一样 代代相传 这点对 但也不对 很多军品的保质期确实长 例如俄军在无款的战场上 发射的很多巡航导弹 比如K155 KX2等 基本上都是苏联时期 攒下的库存货 但导弹是极其精密的工业品 例如那些固体燃料推进剂 它们本身的化学性质 就比较活泼 时间长了就会开裂 贬质 再加上不同材质 相之间的迁移 很容易导致燃烧不稳定 甚至直接爆炸 更不要说那些 细如牛毛的电路板 托洛仪和各式各样的传感器了 俄罗斯连机库都不舍得 给战略轰炸机配 火力军估计 很多库存的弹药 在经历了30年的热涨冷缩 和湿气侵蚀后 也早就老化失效了 发射出去后 飞着飞着 制导系统失灵 开始满天乱飞 或者发动机中途熄火 一头栽下来 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三点 那就是制裁之下的空心化 洗衣机芯片 造导弹的笑话 大家想必都不陌生 现代导弹 尤其是那些 能千里之外 取人手机的精确制造导弹 很大程度上 要依赖于尖端的电子工业 而这恰恰是 俄罗斯身上最痛的软肋 我们先不说长期以来 欧美对俄罗斯的技术封锁 和经济制裁 就算是苏联时期 电子这一块 传感器和导航元件 那怎么办呢 乌克兰被击落的 俄军口径巡航导弹 和无人机号 给出了答案 里面塞满了 从各种民用电器上 拆下来的零件 各种一法半导体 德州仪器的芯片 和我们平时家电上 用的完全一致 用民用级的零件 去凑合军用级的武器 后果就是 导弹的性能和可靠性 大大折扣 它们更容易被电子战系统干扰 在严寒或高热环境下 更容易出故障 所谓的百步传扬 最后变成了 五十步效百步 能飞就算携天携地了 如果说前面三点 都是俄罗斯的内因 那这第四点 就是让问题 雪上加霜的外因 战争是最好的催化剂 它能让防守方的 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 以做火箭般的速度提升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乌克兰的防空 基本就是靠着 苏联留下的那点 S300加地 和俄军玩的是 采集护卓 大家师出同门 你有什么招数 我心里大概有数 但随着西方援助的到来 德国的IRST 挪威的NSAMS 美国的爱国者 这些顶级的防空系统 在乌克兰领土上 组成了远中近三层 高低搭配的绵密火网 虽然寒酸了点 但基本上是 北约防空体验版 更要命的是 这不是单纯的武器援助 而是整个作战体系的升级 天上有北约的预警机 和间谍卫星 7×24小时盯着 地上有遍布 欧洲的雷达和监听站 俄罗斯的轰炸机 乌克兰的防空部队 可能就已经收到了预警 在这种开卷考试面前 所有的战术都变得透明 俄罗斯只能靠着宝核攻击 用数量去消耗昂贵的拦截弹 就连普京 因尹为傲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也频频被无军拦截 所谓的高超音速神话 一夜之间宣告破产 当你的对手开了全图罐 还手握版本最强装备 但你这边 却还用着过期武器和小家电芯片 这仗还怎么打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 俄罗斯导弹的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不做纵向对比 我们先来做个横向的 先看美国 特末的主力前射弹道导弹 三炸吉尔第五 自1989年服役以来 总共进行了190多次测试发射 成功率在95%以上 是全世界公认最可靠的战略武器之一 美国陆基民兵三洲际导弹 虽然是上世纪70年代的老兵了 但美军每年都要搞例行抽检发射 从阿拉斯加达到太平派场 在2020年以前 基本上5到8年才会出现一次失败 近些年由于系统老化 才逐渐频繁一些 但也没有俄罗斯那么丢人 再看某神秘东方大国 虽然中国在弹道导弹射射方面 一直是非常低调谨慎的 但大家不妨想想 长征系列运载火线的发射成功率有多高 就不难从侧面看出 中国在航天航空和导弹这一块 虽然起步晚底子薄 但在质量控制和系统可靠性上 是原胜俄罗斯的草台班子的 这就是系统工程的体现 最后回头再看俄罗斯 新一代的布拉瓦和塞尔玛特 在测试阶段就状况百出 现役的亚尔斯在演习中 也会飞出布朗运动的诡异步伐 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俄罗斯导弹的问题 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技术失误 而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 科技实力和质量管理水平 全面落后的系统性问题 总而言之 俄罗斯导弹神话的破灭 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而是一种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的必然 是苏联解体后 整个工业体系的崩塌 是人才流失和技术断态的苦果 是长期制裁下 高端制造业的空心化 更是国家综合国力衰退的 直接体现 归根到底 战争比拼的不是一两件 纸面参数惊人的奇迹武器 而是设计制造这些武器背后的 那个强大稳定且高效运转的 工业和科技体系 当这个体系出了问题 再辉煌的光辉岁月 也只能被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 成为后人平调的技艺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认为俄罗斯的导弹工业 还有机会重振雄风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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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